好好听FN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7月29号的今日评评里 谈谈最近几个司法判决 其实都让人民心中出现了很大的问号 就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之下的司法 到底有没有为政治服务 那这些司法案件 从大法官会议 针对国会改革法案的紧急处分 一直到接下来 8月6号的这个宪法法庭的 释宪案的这个辩论 那一般认为说 当大法官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暂时处分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不管是在程序上 或是在实质的内容上 所做出的裁定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释宪 要宣告违宪的可能几率是非常的高 那至于呢 这一个政治攻防 修宪的政治攻防 会不会就在大法官的视线上面 终止 目前看起来并不容易 那这个政治攻防 政治的对抗 恐怕会在大法官视线之后呢 持续下去 那包括了主推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的民众党的立委 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立委的吴宗憲 那都说大法官看来是要宣布国会改革法案当中违宪 但是呢 只要大法官写得出违宪的理由 那针对大法官所提的违宪理由 在野党的态度是会持续不断的修改相关的条文 直到大法官满意为止 所以呢 这场政治攻防战 不会因为大法官视线 宣告违宪而结束 而是会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这个持续不断的滚动当中 当然会跟民进党所发起的这个 全台大罢免行动 互相激荡 所以可以想见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台湾充斥着政治恶斗 对立对抗的氛围 是会非常的浓厚 那一路会杀罚到2026年的地方选举 接下来持续的杀罚到 2028年的国会 以及总统大选 那看来未来四年 两年的选举 两年一次的这个选举间隔 都会让台湾烟消位弥漫 那在这种政治烟消位弥漫之下 其实大家蛮关心 司法会不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因为从高宏安的这一个贪污案判决之后 各界对于高宏安贪污治罪条例被判 七年四个月 贪污所得金额只有十一万 这件事情 跟大家所认知到的贪污 两个字 中间是有这个食物上面的这个落差 贪十一万被判 七年四个月 那在光电弊案当中 这些土利九十几亿三十几亿的相关的案件 那这些公务员到底会被判多久 那现在这个法院的审判还没出炉 那但是从检察官起诉的相关的案情来看 是非常的离谱 那到底那样子的一个贪污案件该判多久 而在高宏安的这一个诈领国会助理费的案件当中 高宏安贪污的金额是十一万 更离谱的是 法官所认定的几个被判刑 但是可以缓刑的助理们 他们的贪污金额更是让外界不可置信 那这个其中坚持不认罪的王宇文 他被认定的贪污金额是四百六十六元 那另外认罪的这个陈宦宇 他被认定的贪污金额是五百零六五元 贪四百六十六 贪五百零六元 被法官刻意的刑责 那都是将近两年 虽然是宣告缓刑 不用真的进去坐牢 但是判两年因为贪四百六十六元 那这件事情也会让大家对于法律的认知跟界定 那我们的司法系统到底对整起事件 是不是政治斗争 是不是为了要框住高宏安 以至于必须把这些助理们 不管是四百六十六块或是五百零六块 做贪污的定罪 那人民心中对于这样子的一套法律 应该心中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号 那另外一个让大家到现在问号无法解开 而司法院或者是法务部到目前为止 没有给一个说法的案件 是郑文燦的收押案 那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过去是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 他从2015年在桃园地检署的时候 就曾经接过跟郑文燦案件相关的情资 也开始监听侦办 那从2015年监听郑文燦之后 每次都发现这个监听一文 当监听到犯罪相关事实的时候 郑文燦就会告知相关当事人 那包括了后来为什么会有收了500万 又还500万的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监听一文当中 发现郑文燦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被监听到 已经被拍到照片 所以做了后续的亡羊补牢的 善后补证措施 那所以呢这个吴宗献感叹 当年在桃园地检署的时候呢 只要办到郑文燦的案子 这个监听到相关的犯罪可能性的时候 就发现郑文燦已经在告知相关人等 这件事情可能有被监控的疑虑 那等于是政治系统在打司法系统的 这一个耳光 就是你今天听到我 但是我可以随时进行处理 那甚至呢 这个当时参与调查的调查局的官员 连政署的官员呢 都被非自愿的调职 只要接触到相关郑文燦案件 那事务官跟助理呢 更是被打压 这个关切 那所以呢 在桃园地检署7年前办不成的这个案子 7年后开始启动侦办 这中间的司法上下其手的部分 民进党政府真的有必要 向外界交代清楚 甚至给一个这个交代 至少要彻查 在检调内部 到底是哪些人在护航施压 以至于郑文燦的案子 可以压7年不办呢 那监听郑文燦 两三天后 郑文燦就知道监听的内容 并且予以反制 这么大胆嚣张的行为 不是内外勾串 政治司法勾串 怎么可能办到 那这中间到底是涉及哪些相关的人 那大家都记得当年马王政争的时候 黄世民检察长 那针对这一个有关于相关的监听报告 向马英九总统报告 后来黄世民呢 是被侦办 起诉 那甚至呢 被定罪 那这件事情 跟郑文燦事件当中 所谓的司法内鬼 到底是哪些人 是否也应该要比照 黄世民的标准 好好的彻底清查一下 侦办一下 定罪一下 这样子呢 对于司法 让人民增加信心的可能性 是可以提升不少 那就吴宗献所说的 他在侦办 郑文燦相关案件当中 所遭受到的阻力 也许他就会是 这一起侦办 郑文燦事件 司法内鬼的最佳的证人 那到时候法院是可以传唤 吴宗献作证的 那吴宗献可以把相关的内情 做更清楚的陈述 那这件事情包括了在收押的过程当中 这个三次生押最终才成功的过程当中 郑文燦又以相同的手法 原本呢 恐怕是希望能够让案子办不下去 跟他的助理 针对相关的可能征讯的方向 做出沙盘推演 最后当然 这一个沙盘推演成为 郑文燦被收押的关键 但合理必须要交代的还是 为什么郑文燦一直到现在 还能够得到司法 减调的内线消息 以至于呢 原本打算串供 当然呢 这件事情弄巧成拙 成为他被收押的关键 但是司法内部的这些内鬼 难道不应该要 趁这一个案子 侦办的过程当中 也一并清理吗 那这恐怕才是人民重建 对于司法信任可能性的一个开始 所以在办大案 办政治人物的同时 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司法院法务部 恐怕先得把自己的胡子 先刮干净 以上今天评评里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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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